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丁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一百一十三回 武当三十六宫 以大莲花封上太须宫最高 敲言被换作大羹角 因悬挂一柄 曾属仙人吕洞悬的佩剑而名动天下 此时身穿于武当道袍迥异的年轻道士 坐在吕剑仙佩剑附近 脚下是一架长踢 容颜轻易的道士 拎着个木桶正在给吊漆斑驳的大羹角乌岩 重新刷漆 赫然是龙虎山天师府的齐仙侠 张目望去 云雾翻滚 风起卷掏 武当七十二峰宛如海上仙岛 令人心旷神怡 耳畔是山上沉重悠扬 这齐仙侠一时间有些出神 这些日子 在武当山上结毛而居 一心要胜过那齐青牛的武当长教 动手次数很少 多是被迫与那胆小的道士啊 嘴皮子打架 无意间却也是少艺匪浅 听说大羹角要刷漆 想着这边挂了一柄 从小便心持神网的仙剑 就答应那姓红的懒货来劳作了 这些细枝末节啊 齐仙侠从不上心 不怕遭受天师府非议 想到这儿 齐仙侠略为失神 这武当山与天师府当真不太一样 简直就是与人无争与世无争过了头了 偶有争执呢 尽是一些让齐仙侠不屑理睬的鸡毛蒜皮 对此啊 这齐仙侠没有妄加评价 只是歪头瞥了眼 吕洞玄配剑 剑名无法考证 道统典籍当中也并无记载 只有一些呀 皆谈相说 一文一试 私下给这柄仙剑 取了一些类似什么斩龙啊 清削啊的名头 听上去极有气势 齐仙侠当然不会信以为真 但这把仙人配剑原本并无剑翘 却有其事 吕洞玄曾言 唯有天池 方可做此剑剑衣 剑衣啊 就是剑翘 但此时古剑 却有桃木剑翘 粗鄙不堪 齐仙侠记起这一茬 实在是哭笑不得 前段时间跟这姓洪的长教问起 那家伙扭扭捏捏的说出真相 齐仙侠才知道 这是啊 这姓洪的年幼的时候啊 给这仙剑做了剑翘 至于原有 年轻长教打此都不肯说了 若是在天师府 吕真人遗物早被藏于大殿供奉起来 层层俘虏家耻 别说是擅自家俏 你就想看上一眼都难得 你退一万步来说吧 真要给这仙剑寻一个剑士 找一个剑翘 起码也得是什么盲脚皮筋啊 才符合身份呢 这武当山规矩太少了 齐仙侠低头看去 姓洪的正齐手打拳 这位年轻的长教身后啊 跟着进摆齐拳的武当道士 老幼皆有 齐仙与齐牛的练拳的呀 只是些觉着好玩的扫地小道童 久而久之呢 被几位老辈子道士琢磨出古运高峰 每日陈中木骨两次都自主来到太虚宫 跟着练习 齐牛的这套拳呢 启示平淡 纯刃自然 总体而言呢 这拳架子是大圈套小圈 大圆环小圆 犹如春蚕抽丝是连绵不断 齐仙侠从未见识过这套拳法 后来提起呀 才知道 是姓洪的 在这山上 常年观这壮钟敲鼓而首创的 齐仙侠虽然自小齐剑 但万川入海自然识货 此权免礼续千军 拉大架如笼罩天地 入小室则借子纳虚拟 不说实战效果如何 贵在利益超然 齐仙侠说实话 难免有些嫉妒这家伙的天赋根骨 就这懒货从不去刻苦的习武修道 与自己一刻不敢懈怠是南辕北辙呀 那广场上行云流水的年轻掌教 缓缓收拳 其余道士动作如出一辙 亦有两三分神色 一位老道士上前呢 与掌教讨教 说着说着 就称赞着拳练久了 定可以啊 临渊富兵而不动如山 积水中流而心有八荒 年轻掌教听着听着呀 不得意他也不脸红 呵呵笑着说 哪里哪里呀 这老道士忧心忡忡 说这套拳 若是山上人人可学 难保不会被山下 闲杂外人偷学去呀 这掌教摇头说 不碍事不碍事 这套拳法呀 胜在养生养神 多一人学去 武当就多一份功德 老道士笑了笑 不再起人忧天 掌教年轻又何妨啊 这份胸襟气度 何曾输给那天师府啊 洪喜相见齐仙侠拎着木桶 走下梯子 跑过去帮忙接过木桶 一同下山 并肩往那小莲花峰走去 广场上一些个扫地道童 见着我 心里那叫一个自豪 瞅着没 小天师咋了 还不是被咱们掌教给蛰伏了 这齐仙侠对这些小心思 也倒无所谓 下山途中啊 洪喜相牵了青牛 依然是牛角挂精的悠然 另外一只牛角上面 则是悬了个木桶 晃晃悠悠 十分的滑稽 他笑着说 打拳时 感到古剑与你有一丝共鸣 你哪天离开武当 你跟我说一声 我把剑送你 你要觉得不好意思 就当剑你好了 齐仙侠不惜反怒 他训斥道 吕祖一物 是你武当五百年镇山之气 怎可儿戏 说送便送 洪喜相不以为然道 不是说了吗 见你的 齐仙侠冷横一声 此事休要再提 洪喜相感慨道 还是世子殿下等的 下山时若非小道 死活抱着他大腿苦苦哀求 你就见不着这柄剑了 齐仙侠对此无动于衷 只是由衷感慨 侠外天地满 室内渐气长 吕祖当年风采可见一斑 红喜相嘀咕着 吕祖可是叮嘱过帝王自担弃运 不可以内外担法纷扰君王 历经土旨之道 古来方式酿货 招来国难 皆因由先入朝 为绿一字去修法 这哪里是修真 修假还差不多 像你那位在京城不道的诗书 赵丹萍 参与宫中的那些个事 听说呀 给天尊书写奏章 此早华丽 故而被京城百姓称作 亲辞学士 这位大天师就不羞愧吗 因他一人得宠 不知道多少道人方式 想着靠这条路平不清云 未必不是给道统开启祸端 那毕竟是长辈呀 这齐仙侠即便心中对龙虎山 这赵丹萍此举颇有意义 仍是脸色平淡 不知可否 洪喜相啊 带着齐仙侠来到了当初北梁世子练剑石住的茅屋 屋外菜谱啊 绿意盎然 今年呢 都是他在打理 他摘了一根黄瓜 抹去细刺 放到嘴里边 啃咬着 年轻长较啊 叹气再叹气 他想起了那个背负上山的千禧女子 想起了他在大耕脚下 被小王师兄誉为有建议的试杀铁 对于世子殿下跟他之间的恩怨情仇 他一个外人呢 总觉得有些物理看花 若说世子殿下不在乎他 洪喜相打死不信 为了那有些世上傲气到不可理喻的婢女 殿下吃扁数次 那都不在少数 山下的女人是猛老虎啊 这洪喜相抬头望向天空 喃喃道 这太平公主活得实在不算太平 齐仙侠站在这菜园子外边 看着哀声叹气的青年长较 他问道 打算何时下山 洪喜相无奈道 不敢 齐仙侠平淡的说 都敢把旅足配件送给外人 偏偏不敢下山 洪喜相默不作声 一如既往的 胆小退缩 齐仙侠冷笑道 怕污了玄武当兴 怕愧对山上列祖与那些师兄 洪喜相摇头 不是啊 齐仙侠转身离去 留下一句 这些龙虎山风顶三教辩论 你去还是不去 洪喜相低头掐指 容小道算上一算 齐仙侠讥讽道 算什么算呢 反正怎么算 都是不下山 何苦自欺欺人 脾气好到让人叹为观止的年轻长较轻声道 放你的屁 齐仙侠大笑而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梁边赛 巨阵重兵 铁骑永汉 这一日 沙暴骤起 堪称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城头望去 便是那满目尘土暴虐 套着股边赛独有的荒凉 但在这等乱象下 仍有一袭白衣出城而去 身边马上坐着一位面罩黑纱 身段婀娜的女子 白衣牵马而行 这架子摆得极低极低 真不知道边境六大雄镇 谁当得起这份殊荣 那女子气质出尘 怀抱着一把琵琶 面对风暴遥望而去 可以看到一条龙卷冲天 她坐于马上 嗓音清冷地轻声道 堂而皇之 思纵北莽大敌出城 你就不怕北梁王 对你这位义子心生间隙 白衣男子依旧牵马缓行 不动声色 人马所至周围 风沙不得入 黑沙黑衣 却穿了一双雪白绣花鞋的女子 也跟着沉默起来 白衣终于开口 陈之报只知 北莽马上鼓第一手 反白奴入城 不知 北莽的青鸾郡主出城 黑衣白绣鞋的女子 言语泛起笑意 白奴怎敢称作第一手 徐子刚右手刚猛无比 薄弱铁骑突出 祖青山左手按旋通旋 大猪小猪落玉盘 才算得上琵琶大家 那男子淡笑道 这两人善于笼念不假 但格局单调 不如樊小姐自辞自取 自弹自落 融会贯通 面纱遮掩 看不清容颜的女子 转头看着白衣男子 这位让他不惜 亲身涉险入 北梁境内的兵法大家 形势实在不可按常理论 他这一趟的目的 明确的北梁行 却硬生生的 被他拖入含糊不清的境地 一咬牙他沉声道 将军 白奴可以确保 将来北莽有你一席之地 比起黎阳王朝 趾高不低 陈之暴微微摇头 那就无趣了 身份特殊的女子咒眉倒 将军确定北莽会输 将军能够再立下 不训春秋的功勋 北梁铁骑 确实可当无敌一说 但有朝廷撤肘 将近二十年都施展不开 但如果将军 入北莽执掌兵权 奴家可以保证将军 可以无所顾忌 天底下 难道还有比 与北梁铁骑为敌 更有趣的事情吗 一旦平静北梁 将军在南下 长驱直入 有顾建堂 还有燕辣王 广陵王 春秋战局再现 将军 以一人之力 颠倒乾坤 岂不快哉 须知我北满皇帝 雄心远胜你们赵家天子 白衣陈之暴 似乎不为所动 他笑道 樊小姐何时学会了画饼充击 女子先是趁怒 继而大喜 却没有趁热打铁 低头伸手 粘拢着琵琶弦 顿时啊 严平炸破如裂锦 音质铿锵 他轻轻的吟唱道 少年十五马上飞 白发生头不得回 不得回 黄沙滚石卷丹记 平生意气 今日颓 今日颓 铁衣如雪 战鼓雷 白衣霸王 何时归 何时归 陈之暴听在耳中 一笑置之 女子收起琵琶 金石鸣声脸去 他笑道 兴许此生都注定要将军 敌我分明 但能与陈白衣镇前相望 奴家生逢其时 陈之暴点了点头 松开缰绳 女子也不做儿女情长姿态 他柔声低眉道 既然将军暂时不愿决断 那么奴家 竟带将军坐拥北梁 三十万铁记 陈之暴 他失笑道 樊小姐想多了 女子并未反驳 弯腰伸手 似乎想要去 抚摸陈白衣的脸颊 但他 没有触碰 便缩回手来 直腰不敢与他正视 他撇过头苦涩道 将军 恕奴家无礼 北莽 琵琶圣手有三 荀子刚 有右手 祖青山有左手 终究不敌 樊白奴双手 陈之暴 笑着拍了一下马臀 不再送行 骏马奔驰而去 心如止水的陈白衣 转头眯眼 遥望成头 徐子王旗 愣愣出身 黎阳龙 北梁莽 北莽交 白衣霍壳 一并斩 这大鳄至极的衬语 是谁说出口来着 黄龙是吗 殊不知 那满口胡粗 泄露了天机的黄三甲 此时便在几十里外 逼着一个穷酸的游侠儿 追逐那道龙卷 疯狂练剑 陈之暴 走回边城 面无表情 世人皆知 剑州有江西龙虎 江东轩辕一说 剑州 被涉江一批为二 江西有龙虎 江东有轩辕 前者是道教祖庭 与天子同性的道门赵家 已是世袭道统六十余代 奉天承运一世严守 一千六百年 那方圆百里 龙虎山是天师教赵基之山 以天师府为核心 风丸对质 如龙虎相争 山丹水绿 紫气生腾 美不胜生 若是广义来说呀 龙虎山这道区更是广袤 涉江以西 几乎一半都属于这座道家先都 与北方那个出了一位 至圣仙师 万事师表的张家 并称为北张南兆 北夫子 南真人 交相辉映一千年 师徒二人 走出一座龙虎山脚的破败道观 城上竹筏 漂流直下 吃干的拉的老道 唾沫四剑 给趴在竹筏边上 伸手捞鱼的憨傻徒弟 介绍些啊 有关建州的风土人情 不说着龙虎山 那江东宣源 既然在建州 能与龙虎山并肩 也着实不简单啊 虽说不幸 与咱这道教族庭 处于一州 数百年来 仍只是略寻一州 更难得的是这个家族啊 不入室啊 乱世任你乱 太平任你平 我自独自修身齐驾 窥然不动 说来奇怪 宣源只在江湖上 行江湖市 高手辈出 江西龙虎 据称山底埋有一枚 转客奉天成运的 神仙玉玺 才得以成为 百神千仙 受职射风之所 宣源便立有一块石碑 上书 独享陆地轻浮柳子 是真是假 早已不可考据 不是为师 故意偏袒 要诋毁那江东宣源 反正为师年轻时候 问过老祖宗 山下到底有无欲习 老祖宗说 天知地知 就是他不知 我看玄 所以嘛 玄源那块碑 十有八九 也是子无需有的事 这江东宣源 不是道门 却占据了 大半座灰山 故而拥有 冬天福地中 第六福地的 太母岑 为师以前 没事就去那边赏景 风光 一点不差呀 尤其是主风 古牛大纲 是一块巨大青石 行似青牛 顶天而静卧 山下有六叠姐妹铺 每逢下季 万条鲤鱼 树柳跳跃而上 壮观的很啊 与你那北梁王府的 听潮湖 万里出水 又异曲 同工之妙 同时啊 因有谈敌 禁锢有一位龙王的说法 又称龙门 或者天门 剑神 李春刚 曾一剑 让六条瀑布 齐齐逆流 连剑在 古牛大纲上的 悬缘釜底大门 都给大水冲塌了 李春刚 为世人称道的 一剑开天门 正是由此而来 这代悬缘家主 武功应该不弱 如今是只悬 还是天象 还真不好说呀 不过 当年先后与人 比剑 比刀 比内力 却连三场都输了 真是可悲可叹啊 没法子 算他运都差 正值顶峰的李春刚 跟他比肩能不输啊 后边更惨 当时还是 无名小卒的顾剑堂 一路杀到 古牛大纲 弃剑入刀才十年的 玄缘老头啊 又输了一招败事 最后更可笑 老家伙 干脆 我兵器都不要了 严谦 照齐玄珍 要鱼化登仙 就不知死活来龙湖上 跟齐玄珍比内力 齐仙齐玄珍 没理睬 这家伙呀 便纠缠不清 在山顶啊 逮了半年 那是给脸不要脸啊 活该的 输得干净利落 不过老家伙 活了一辈子 倒霉了一辈子 结果愣是 儿子孙子 都出息的相当生猛 独苗的子孙两人呢 就是性子都太差 没半点仙气 性居少礼 好面者辱人 不能容人之过 阴阳不济 武功再高 碰上道统大真人一流 也得乖乖扶手 话说回来呀 如今道统青黄不见 真人也没几个 玄缘老头 不愧是会想轻浮 老不知羞 越活越回见 没事就与年轻到 能给他当孙女 赠孙女的女子双羞 狐独还不识子呢 这老家伙 那倒好 家族里出挑的 大多被早早祸害了一遍 好的留下是做禁乱 稍差的才送出其嫁人 真是可惜了 玄缘家族女子天生貌美 那些迎娶玄缘女子的 世俗门阀呀 偏偏不怒烦喜 这世道啊 为师看不懂啊 看不懂 忘乎所以说到口渴了 这称法子的老道士蹲下 捧水而饮 疑了一声 猛抬头 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 这徒弟在法头的那边撒尿 这老道士 苦着一张皱巴巴的老脸 连忙吐出本该甘甜轻烈的吸水 笑骂道 你这 顽脸兔儿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 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